自己不行反怪联合国 伊朗这个老大当真是不太称职了 大家好 在中东火药桶即将被以色列点燃的时候 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 美国、伊朗、黎巴嫩三国领导人和外长上演了一出好戏 事情还要从24号 伊朗新总统佩泽西七扬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来说起 在讲话中伊朗一改近几年的强硬态度 开始寻求要与西方建立对话渠道 并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对于伊朗总统佩泽西七扬的表态 美西方国家却是反应平平 到目前为止只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私下会见过佩泽西七扬 并开出了修复依法关系的限决条件 但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马克龙的做法实际上已经代表了美西方的态度 伊朗想要解除制裁 那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或许也是通过这件事 黎巴顿外长确证了一件事 伊朗是不愿意卷入违义冲突 这也就意味着 黎巴顿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唯一强远 正因如此 黎巴顿外长公开表示 美国是唯一能够阻止违义冲突进一步扩大的国家 希望美国能够出手阻止以色列入侵 但是现实却是美国准备向中东继续增兵 加上之前针对袈裟的增援 美国在以色列周边的部署规模 已经达到了两艘航母 一艘两极攻击舰和五万名作战部队人员 这样的规模可不是去劝架的 而是要帮以色列挣场子的 果不其然 在黎巴顿外长话音刚落 拜登就在联合国大会上 给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解决方案 说让离以边界的平民 要回到自己的家园 这可能吗 根本不可能 以色列针对黎巴顿南部边境城市的轰炸 已经持续着近一个月了 未来将有五十万人 因为以色列的空袭而流离失所 现在拜登却说要让他们回去 回去给以色列屠杀吗 因而在拜登说完这些话之后 黎巴顿外长对拜登的言论 表示很失望 但是更让他失望的事情 还在后头呢 伊朗总统佩泽西起扬 接着再度表态 但是这次他没说 缓和与西方关系的事 而是声称联合国对以色列的不作为 是愚蠢和不可理解的 很显然 在中东局势不断恶化之时 作为中东抵抗之虎老大的伊朗 他并没有想着如何直面以色列的侵略 而是想着怎么甩锅 最近几个月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像小丑一样 在联合国是上串下跳 以色列的航弹都已经扔到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营地门口了 你觉得以色列他会把联合国放在眼里吗 如果不是我们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为巴勒斯坦距里力争 恐怕加沙地带早已成了以色列的囊中之物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伊朗还寄希望于联合国来主持公道 是不是太天真了呢 当然不是 伊朗是不愿意站出来挑起中东对抗以色列 对抗西方的大梁 说到底伊朗这个中东抵抗之乎的老大 当得是太不称职了 好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